Hello 大家好 我是满翠的主播依依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哪些翡翠是不能够碰的 第一点就是说 没有种水的翡翠它是不能碰的 这句话应该就很容易理解了 因为没有种水的翡翠 它的产量是非常巨大的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强调 种水是翡翠的一个灵魂 因为如果要考虑价值的话 种水是一定要有的 然后我们再考虑它的颜色 第二点就是说翡翠岩石 它是不能够的 因为这是十读九书 古人说的这个话 它是有一定道理的 所谓的十读九书 是指如果不是在翡翠行业里 从事多年的情况之下 如果购买翡翠的岩石 它是一定会十读九书的 十读九书这句话 它广泛的应益于所有的行内人 今天的视频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就下期再见 拜拜